但自己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的枕边人叫张健 小叶说张健跟自己谈恋爱的时候 那不得了 开奔驰车住豪宅 说自己是一个知名的上市公司的股东 做着大生意 因为怀孕了 小叶就很仓促的就跟张健结了婚 可是结婚没多久 张健就叫小叶帮忙贷款26万 把钱拿给自己 说做生意要用 可是拿到钱之后 这个张健却一再的躲避还款 现如今小叶每天都接到催债公司的电话 都被列入了征信黑名单了 你给他 你给他转了好多钱 两万块 什么时候 这个日期是4月20 对 去年的4月20号 21月15号 又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这些都是转给他的那个记录 什么 是从你自己的卡上给他转了 对 小叶今年30岁 四川人 而她的丈夫名叫张健 今年32岁 陕西人 她跟丈夫2015年1月 相识于一场朋友聚会 当时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 在她的印象中 张健十分阔绰 开的是高档轿车 号称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而之后两人分分合合 最终还是在2016年6月 办理了结婚手续 那时候我怀着运动 六个月的时候了 他逼着我去贷款 婚后不久 张健得知小叶买过一份保险 便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 让小叶去贷一笔款 起初小叶并不同意 但是看到张健 每天为了公司的困难发愁 而自己肚子也一天天的大了 小叶最终同意了帮张健贷款 他之前他是骗我 他就是在 他说他在保险你公司 一家上市公司 他是有股东的 他是有股的 入股了的 他又是股 他有股权的 他是这样子说的 说什么公司 几百 就是那个什么 他入公司入了很多钱 然后还入了一台宝马车 一百多万 全是催的 全都不是他的 小叶说 丈夫跟自己在一起 时出手阔绰 一副资金雄厚 身价不凡的样子 可后来却发现 这一切不过都是异常谎言 房子也说是他的呀 结果不是啊 后面我找房东 看到那个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上面 那个写的 那个跟房东 两个签的那个合同嘛 婚前张健跟小叶说 自己在深圳拥有两套房子 还把房产证拿给小叶看 婚后他也就搬进 张健的房子去居住 没想到一次偶尔的机会 小叶居然在抽屉里 发现了租赁合同 我是未婚的 然后他呢 哪知道他有个女儿还 但他之前骗你说他没有女儿 对 他没有结过婚 让小叶想不到的是 自己新婚的丈夫 居然还有过一个孩子 自己一下子成了后妈 而更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 与丈夫相处时 经常会有一个陌生女子 打电话过来 出于警惕心 他翻看了丈夫的手机 记下了女子的微信号 当他询问该女子 与丈夫的关系时 却被答案震惊了 这名陌生女子叫陈琴 是张健的前女友 陈琴在微信里告诉小叶 她与张健相恋三个月 却被张健借了十万块 之后两人分手 张健却玩起了人间蒸发 小叶决定找到丈夫的 这位前女友当面了解情况 陈琴说 他跟张健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两人由于工作接触较多 而产生了感情 很快两人就同居到了一起 张健当时称自己在深圳 有一套全款的房子 正准备到对面一家楼盘再买一套 可是由于经济方面有些拮据 她希望陈琴能够借她十万元 可财借款没多久 陈琴就后悔了 陈琴说 让她感到气愤的是张健同时脚踏两条船 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还与一名叫蔡苗的女子纠缠在一起 同时还借了蔡苗四万块 不仅如此 陈琴跟小叶一对时间 发现张健与陈琴交往时 也正是小叶与张健交往之时 小叶的妹妹告诉记者 姐姐跟张健属于闪婚 他们登记结婚时 甚至连她这个亲妹妹都不知道 如今姐姐背下了二十多万的债务 而张健却整日不见踪影 玩起了无赖 回想这一切 他们觉得这一切 就是张健设下的圈套 她去逼她天天逼得哭啊 你不知道就要还钱 她也还不出来 又在家里在做月子 然后她就说 等到下个月多少 后说了个时间 她说公司要推八十万出来 一直说八十万 而且都过了好久时间 还在脚边说有八十万推出来 后面过后 她满月过后就出来了 出来就 她就在西乡嘛 租的那个房子 已经有五个月没交房租了 她说那个房子是他的 然后还弄了假的房产证 张健通过假房产证 骗取了小叶的信任 并且迅速地跟小叶结了婚 可是婚后 小叶却发现 这张健只是公司的司机 而那两套房产 也只是租来的 张健还让小叶 帮她贷了二十六万的款 更让小叶无法接受的是 张健不仅之前结过婚 而且还有一个小孩 随后小叶发现 丈夫利用那本房产证 找了身边很多朋友 帮她贷款 欠下了好多的债务 那么小叶说的是真的吗 眼前这个穿着白色上衣 粉色短裤的 就是小叶的丈夫张健 那么对于小叶所说的 利用她的保险去贷款一事 她又会怎么解释呢 她与小叶结婚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钱吗 而且贷款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她是小孩的那天 我去医院看她在哭的时候 后面她跟妈妈说 妈妈 先生找给我的 不是因为单单失败 失败我觉得没关系 我可以就给她承担 如果说这个男的 就是我这个的话 不是我 可惜不是那样子的 她都是从头到尾是骗我 所以说我才觉得 这么心酸这么心寒 把我整得这么惨 张健否认了自己是在骗钱 只表示自己会按时还款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也是她不愿看到的 而小叶则表示 张健每个月都不按时还款 总要她三番四次的催促 张健才愿意把钱打过来 还有几次 因为延误了还钱日期 导致小叶的征信出了问题 不好意思 没结婚 四次没有小孩 四次结婚 白了九的 张健说 自己确实在和小叶结婚前 有过一个小孩 但是自己并没有领证 所以不算是结婚 也不存在骗婚一说 结婚前 小叶在一家公司 担任日语翻译一职 小日子也算过得幸福 跟张健结婚才一年的时间 孩子只有六个月大 因为还在哺乳期 她没法外出工作 现在她只能靠娘家接济 每天还要承受巨大的还贷压力 而如今 张健回避的态度 更是让她瞬间崩溃 张健说 小叶和她弟弟曾经带着砍刀到她父母家去闹事 逼着她写下欠条 还发了朋友圈 还发了朋友圈威胁张健 小叶则表示自己弟弟是卖水果的 那砍刀是用来做生意的 自己上门找张健 也是因为她屡次不还钱 还躲起来 小叶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到张健的老家去找她 这两人互相指责 必然是有因有果 为了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 记者决定和张健单独了解一下情况 在张健看来 那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钱 由于自己生意上的失败 给不了小叶想要的生活 她才会天天闹事 像你们刚才看了 只要我所有人 她又把我的电话ID弄了 她把我的通讯录头部了 我能联系跟人 她都能联系 加人家微信 跟人家打电话 怎么闹会 反正就是我做什么事 就是她搞的叫别人 没办法相信我 张健告诉记者 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 小叶不仅不支持自己的工作 反而天天找她要钱 还盗取了她手机上的通讯录 让她没办法专心工作 当我们问到 张健是在做什么生意时 她一时间竟然有些回答不出来 而小叶所说的 欠下了大笔的债务 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健说自己所借的款项全部亏在股票里 可当我们询问是哪几只股时 他却称记不清楚了 见张健不肯承认骗人的事实 小叶决定叫张健的好朋友 刘晶出来当面对质 我是小丽 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 当记者问到张健是不是用假房产证 让朋友帮助他贷款的时候 张健就沉默了 电话里头 他那个朋友叫刘晶 说他不记得自己有跟张健合作买过股票 但是张健却用假房产证这个事 欺骗自己贷了款给他 现如今张健经常找不到人 背着这份债务压力 刘晶觉得自己过得很憋屈 为了让张健承诺还钱 刘晶立刻赶到了现场 而与刘晶一块来到现场的 还有张健的前女友蔡苗 蔡苗说自己四年前与张健恋爱 张健说自己在深圳有房有车 并许诺会和蔡苗结婚 而在跟张健交往的过程中 张健也找他拿过不少钱财 在欠下自己一万五千元债务后 就消失不见了 现在小叶与蔡苗再加上刘晶的集体讨伐 却没有让张健流露出愧疚的神色 他反而指责小叶不该叫他们一起赶到 而之后另一个前女友陈琴也闻讯赶到 说起张健之前对自己的欺骗 陈琴感到十分愤怒 每次催张健还钱时总是找不到人 为了能让他顺利按时还钱 陈琴如今已将张健起诉到法院 而张健的那本假的房产证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健说弄假的房产证 并不是为了骗钱 而是为了自己外出做生意时比较方便 虽然现在每个月他有再归还债务 但小叶却觉得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已经不再相信张健了 他希望张健能一次性归还债务 让自己远离被迫还贷款的日子 并要求立即与张健离婚 对于为何欺骗自己的恋人朋友 张健不愿再回答 只是默不作声写下了还款保证 我非常累 压力非常大 我也不想这样子 但是自己选择了 自己没有参联眼睛 看清楚我有什么办法 小叶坦言自己压力非常大 如今他一边照顾宝宝 一边还要上班赚钱还债 他希望自己能够吃一欠掌一掷 坚强度过现在的困境 也希望张健能够遵守承诺 按时还款 那么张健这样的行为 是否已经涉嫌违法呢 如果是属于这种夫妻之间的借款 实际上在法律是很难去认定的 但是呢 现在好是好在他女方的这个出借的款项 都是从银行贷款出来的 就是说他不是拿了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 来出借给男方的 所以呢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女方如果说按照协议上的话 男方现在拖欠他这款项 他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民事途径 向法院起诉 要求男方返还这款项给他的 律师认为 虽然小叶和张健是夫妻关系 但是由于小叶借给张健的钱都是贷款来的 因此建议小叶可以搜集相应的证据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让张健及时还款 新冠难断家务事 这个张健这人是不是骗财骗色 是非对错究竟该怎么分 咱们不好轻易的下结论 只希望张健能够及时的把签款 还给曾经的恋人和朋友们 通过说这件事 真是有点感触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情人眼里出西施 西方有一句谚语 恋爱中的人都是瞎子 其实